好 接下來 我們剛剛跟你講過的磁鐵本來只是天然的可以吸鐵的東西叫做磁鐵 磁石 然後現在是不管天然人造都叫做磁鐵 然後呢 可以有幾種分類方式 第一種叫做形狀 有條狀的 有馬蹄形的 我們就看這些 然後有一種呢 是天然磁鐵跟電磁鐵 對 電磁鐵比較重要 因為我們後面要教這件事情 還有叫做永久磁鐵或暫時磁鐵 這個我們單位要講 那這是一個重點 有沒有人看 這是我們單位要講這是一個重點 OK 就是按照形狀啊 原因啊 磁性來分的 那麼這個動畫就可以顯示 它會指向南北方 可以自由旋轉靜止之後就會指向南北方 所以剛才指示方向 所謂的羅盤之類 就是所謂的羅盤 這是跟說明 那這是一個指針指示南北方的影片 就跟所謂的那個指南魚的意思是差不多的 它這個意思就像指南魚一樣 就是放在水上面 這個是 S 級 N 級 然後放在水上面可以自由版 它就會固定的指向南北方 就是類似剛剛講的那個指南魚啊 指示方向 指示方向 慢慢的密啊 好 好 好 你又沒説話裡喔 它沒有變回去了 好 等等 OK 這是 所謂的 那麼 磁雞兒的名字 好 磁雞兒的名字 指向南方的叫做指南極 又叫做S極 指向北方的叫做指北極 或者叫N極 但是我們通常不會用中文 我們寫指南極指北極就比較清楚 可是有人會把它縮寫成南極跟北極 那就會整個搞混 整個搞混 所以我們現在通常都不用中文 都是寫N極或者是S極 我們都是講N極S極 指向北方的叫做指北極N極 指向南極的叫指南極S極 我們都是寫N極跟極 這兩個合稱叫做磁極 這兩個合稱叫做磁極 OK 就是磁力最強 磁力到會講磁力最強的兩部分 指向南極的 叫指南極指北極S極N極 S極N極 那麼 基本上這個磁極就是磁力最強的地方 它會吸引最多的鐵線 所以下面的圖的左邊 它吸引最多的鐵線 它磁力最強 而中間的地方幾乎都沒有磁性 叫做中性區 幾乎沒有磁性 中性區沒有磁性 所以吸不出東西 沒有磁極 一片片磁鐵 那個磁極不在兩端 在前後那個大的面積上 那是一塊大磁鐵 兩邊要切切切薄片 所以它在兩邊 它不在兩端 這個甭管了 反正考試的時候就是磁棒狀磁鐵 磁極就在兩邊 在兩端 OK 那麼 重點 所有的磁鐵都有N極跟S極 這世界上沒有磁丹極 有一位大哥有預測磁丹極的存在 如果真的存在了 這世界就會變得比較好笑一點 就一些事情會發生 那先不管 到目前為止 沒有發現磁丹極 所有的磁鐵都有N極跟S極 這件事會跟後面要交的東西有關 這件事會跟後面交的東西有關 所以都有N極跟S極 沒有磁丹極 所以呢 你怎麼切怎麼切怎麼切 它都是有N極跟S極 你怎麼切 都會有N跟S 一邊N一邊S 這樣子直直的切 一邊N一邊S 橫的切 一邊N一邊S 所以考試就問你 把一個磁棒切成N 切成好幾段 問你有幾種磁極 就兩種 N極跟S極 有幾個 每一個小磁鐵都有 兩個磁極 N極跟S極 一邊問你 它應該是S極還是應該是N極 請問你 ABC珠1234應該什麼極 先看ABC珠 請問你A是什麼極 S是什麼極 請問你A是哪一極 比如A是N極還是S極 然後C是N極還是A極 你回答我A跟C 你回答我A跟C什麼極 這位帥哥叫做11號 11 11 11號 A是S極 起立 A跟C什麼極 A是S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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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S極嗎 S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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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啦 這邊有圖片嗎 這邊有圖片 他沒有寫ABC珠 沒有寫ABC珠 S極 S極 請坐 哪邊有寫片啊 S極 上面啊 S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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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 1是什麼極 A3是什麼極 123 4 1是什麼極 3是什麼極 123 4 1是什麼極 3是什麼極 S極 一號 29 S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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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是S,一個是N,一是S,三十N,請坐 你來不及了 夾以餅丁,乙跟餅是什麼擠? 乙丙是什麼擠? 乙丙是什麼擠? No.12 第二號,小老師,提示什麼擠? 上面S,下面N,請坐 就是考試要問的問題 考試要問的問題